翻路箱加130线 中午就发生有颗巨石崩落 造成大小石块盘踞整个路面 前方货报紧急拉起封锁线进行交管 呼吁用路人改道通行 就在中午接近1点钟 辖区的远景接获通报 在翻路箱加130线5.8公里处 有落石挡在路中央 现场大量的落石倒在路中 造成道路双向无法通行 在通知相关单位之后 请来了机具清除落石 两个小时之内恢复了双向单线通车 不过警方也摆上交通锥 呼吁人车要小心通行